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10月24日 距離美國大選只有12天 民意調查專家分析了24個因素之後 斷定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川普將贏得大選 不過 也有民調專家認為 民主黨候選人卡馬拉·哈里斯將贏得大選 與此同時 拜登和哈里斯先後對川普 發起新一波的攻擊 今天的節目 我們將揭開這些攻擊的幕後博弈 10月22日 極左翼媒體《大西洋月刊》主編 傑弗利·戈德堡發表題為 《川普 我需要希特勒那樣的將軍》的文章 將川普描繪成一個對軍人蔑视、憤怒、吝啬 以及種族主義者 並援引前白宮辦公廳主任約翰·凱利的話 對川普發起攻擊 文章說 川普在他的總統任期即將結束 以及此後的幾年裡 對獨裁越來越感興趣 據兩名知情人士說 川普在白宮的一次私人談話中說 我需要希特勒那樣的將軍 對他完全忠誠 副總統官邸召開緊急新聞發布會 暗示川普尋求獨裁統治 是對民主的威脅 他告訴媒體 昨天我們得知 唐納德·川普的前幕僚長退役四星上將約翰·凱利證實 唐納德·川普擔任總統期間 曾表示 他想要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樣的將軍 哈里斯繼續說 唐納德·川普說 因為他不想要一支忠於美國憲法的軍隊 所以他想要一支忠於他的軍隊 他希望軍隊對他本人忠心耿耿 軍隊必須服從他的命令 即使他讓他們違反法律或放棄對美國憲法的誓言 不過 許多人嘲笑哈里斯對報道的過度反應 播客主持人克林特·拉薩爾說 距離大選還有兩週 他們卻要推出十月驚喜 更多是編造的 從未發生過的言論 這純粹是絕望的表現 一名網友在X上抨擊了哈里斯的做法 說 最後一刻的絕望令人難以忘懷 這就是他們剩下的一切 因為他們嘗試的每件事都徹底失敗了 一名西點軍校畢業生回應說 自己在被任命為美國陸軍軍官時 要求宣誓捍衛憲法 並且一生都與各軍種的軍人打交道 哈里斯的說法是我聽過的最荒謬的說法之一 而且 即使川普有任何意圖 要利用軍隊來違抗憲法 他又能從哪裡找到 哪怕一名在軍隊服役 數十年的將軍來遵守這樣的命令 更不用說找到下屬的軍官和普通士兵來執行命令了 保守派評論人士說 距離大選僅剩幾天 凱莉的指控顯然是為了損害川普的競選活動 但這只不過是一名長期對川普懷恨在心的員工的最後一搏 與凱莉的指控不同 許多曾與川普共事的前官員 紛紛站出來揭露凱莉的說法 前國家安全顧問凱斯·凱洛格 抨擊哈里斯是騙子 稱凱莉是欺詐同謀 他說:「哈里斯是個騙子 我在白宮擔任高級職務的時間 比凱莉將軍長得多 她是這場欺詐的同謀 對美國人民撒了謊 她的謊言以及約翰·博爾頓的謊言 在這個關鍵時刻 對國家是一種傷害。」 前白宮戰略高級顧問梅塞德斯·施拉普認為 凱莉的誹謗運動是私人恩怨 他說:「我曾為約翰·凱莉工作過 但我不相信他 她為阻止堂腦的川普 而做出的最後努力是絕望的 這是一名未能履行職責的工作人員的私人恩怨。」 前白宮新聞秘書 現任福克斯新聞主持人 凱莉·麥肯納尼 是大西洋月刊提到的 那次談話的出席者 他說:「昨晚看到傑弗利·戈德堡的名字時 我之所以會豎起天線 是因為2020年9月 我在停機坪上 大西洋月刊上 他突然說了一個故事 這是我們都聽過的傻瓜 和失敗者的故事 幾個小時內 我收集了十幾個人的信息 其中有幾個是第一手資料 他們說 這件事從未發生過 我的觀點是 這是基於四個匿名消息來源 在選舉前兩週 有記錄的人對此提出質疑 但他卻成為了CBS的新聞報導 很可惜 不 大西洋月刊從未聯繫過我 我參加了第一次會議 但他們從未聯繫過我 前國防部長馬克·埃斯伯與川普不合 他在接受CNN採訪時 也斷然否認了凱莉的說法 當CNN主持人問:「部長先生 你是否曾聽到唐納德·川普使用過類似的語言 或以貶譯的方式稱呼美國軍人?」 埃斯伯回答說:「不 不是按照約翰·凱莉 和其他人所概述的路線。」 與此同時 10月22日星期二 拜登在新罕布什爾州的競選辦公室表示 川普是對民主的威脅 應該政治性地把他關起來 他說:「我們必須把他關起來 從政治上把他關起來 將他拒之門外 這就是我們必須做的。」 不過 拜登的言論立即被川普團隊抓到了把柄 其發言人卡羅琳·萊維特在一份聲明中說 喬·拜登剛剛承認了事實 他和卡馬拉的計劃 一直是在政治上迫害他們的對手 川普總統 因為他們無法公平地擊敗他 哈里斯拜登政府才是對民主的真正威脅 那麼 拜登和哈里斯相繼對川普發起攻擊的 真正原因是什麼呢? 首先 哈里斯的民調遇到了麻煩 10月22日 民主黨選舉專家內特·希爾弗 在《紐約時報》發表專欄文章 對今年的大選作出預測 他憑直覺認為前總統唐納德·川普 將在11月5日的選舉中獲勝 希爾弗寫道 在七個戰場州的民意調查結果 相差一兩個百分點的選舉中 50比50是唯一負責任的預測 不過 希爾弗的模型顯示 川普成為第47任總統的可能性為53.1% 而哈里斯只有46.9% 他說 然而 當我傳達這個不令人滿意的消息時 我不可避免地會被問到 來吧 內特 你的直覺告訴你什麼 希爾弗繼續說道 好吧 我告訴你 我的直覺告訴我 唐納德·川普會贏 我猜 這對許多焦慮的民主黨人來說 確實如此 希爾弗解釋說 民意調查低估了川普 在最近兩次選舉中的表現 這並不是川普的選民對民意調查員撒謊了 而是在2016年和2020年 民意調查員 沒有接觸到足夠多的選民 根據真實清晰政治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 哈里斯在全國普選中領先川普1.1個百分點 但選舉地圖卻顯示 川普將橫掃所有7個搖擺州 包括亞利桑那州、喬治亞州、密歇根州、 內華達州、北卡羅來納州、賓夕法尼亞州和威斯康星州 不過 與希爾弗不同 民主黨預測專家埃倫·利希特曼堅持認為 利用他的白宮要事理論 哈里斯將擊敗川普 與專家預測不同 10月22日基於加密貨幣的 Polymarket市場預測平台的數據顯示 川普戰勝哈里斯的可能性為66% 這是自7月21日拜登放棄連任以來 川普的勝算首次超過65% 同樣 接受對選舉結果下注的競爭對手網站 也看好川普 儘管力度不如Polymarket那麼明顯 但Cashie和Predicted給出的川普獲勝的 市場隱含賠率分別為60%和57% Polymarket的數字還顯示 川普將在關鍵搖擺州遙遙領先於哈里斯 在亞利桑那州 川普以74%比26% 領先哈里斯48個百分點 在喬治亞州 川普以71%比29% 領先哈里斯42個百分點 在內華達州 川普以63%比37% 領先哈里斯26個百分點 在賓夕法尼亞州 川普以62%比38% 領先哈里斯24個百分點 在密西根州 川普以59%比41% 領先哈里斯18個百分點 在威斯康星州 川普以58%比42% 領先哈里斯16個百分點 其次 哈里斯是去家鄉媒體 加州最大報紙《洛杉磯時報》的支持 10月23日 兩位知情人士告訴新聞網站 Semaphore出身於台灣的《洛杉磯時報》 主編唐太瑞告訴編輯委員會 他們今年不會為總統候選人背書 這一決定是由該報所有者 生物科技億萬富溫帕特里克·孫西溫博士做出的 這並不是哈里斯今年唯一一次失去的高調支持 今年9月 國際卡車斯基兄弟會拒絕支持任何候選人 本月早些時候 國際消防員協會 也決定不支持任何候選人 這兩個組織在2020年都支持拜登 《洛杉磯時報》於2008年首次支持前總統巴拉克·奧巴馬 此後他只支持民主黨 此前 孫西溫曾阻止該報支持民主黨候選人 他阻止該報董事會在2020年民主黨總統初選中 支持馬薩諸塞州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 但該報隨後在大選中支持拜登 下面 我們來看看內特·希爾夫對川普獲勝因素的分析 日前 希爾夫在自己的網站上 列出了川普獲勝的24個有利因素 並說 這位前總統已經消除了哈里斯的領先優勢 唐納德·川普一直在取得進展 第一個因素是 雖然哈里斯在普選民調中以微弱優勢領先 但更有意義的選舉團投票對他來說並不那麼有利 選舉團制度對共和黨有利大約2個百分點 第二和第三個因素涉及仍居高不下的通貨膨脹水平 以及選民普遍對高物價的敏感度 希爾夫稱 雖然數據可能顯示經濟正在復甦 但消費者實際上並沒有感覺到 希爾夫是統計學者 似乎更看重數據 而不是人們對自己生活變化的切身感受 第四和第五因素也相關 這一兩年 在全球各國的選舉中 現任者的表現普遍不佳 希爾夫認為 這與日益增長的民粹主義 在選舉中所扮演的角色有關 第六因素是普遍關心的 非法移民以及拜登哈里斯政府監管下 近來的外國人數數量激增 第七個因素 哈里斯沒有解釋 為什麼他在水利壓裂等一系列關鍵問題上 反覆無常 也許他沒有安排足夠的時間 也許是他無法作出解釋 第八到第十一個因素 都涉及社會情緒 文化氛圍正在右轉 選民對川普總統任期的懷念日益加深 民主黨正在失去對黑人選民 曾佔主導地位的控制 許多年輕男性選民尤其感到失落 逐漸不再投票給民主黨 第十二個因素 哈里斯對川普最好的攻擊之一 就是攻擊他的年齡 但這點優勢已經完全被抵消 因為哈里斯的前任 先前承諾尋求連任 如果拜登連任第二個總統任期 他就已經86歲了 第十三個因素比較有趣 一些人往往反過來 把他視為哈里斯的優勢 具體來說 哈里斯的總統選舉季縮短 意味著他解決競選問題的時間更少 這本來對競選人是不利的 但哈里斯的許多批評者實際上認為 縮短的時間對哈里斯有利 因為他犯錯的時間更少了 第十四個因素指哈里斯是女性 第十五個因素指出 媒體的高度量極化 使得對川普的任何善意批評幾乎不可能超越靜態 這個意思似乎在說 川普因此在媒體上的曝光率很高 第十六個因素 希爾夫稱川普是一個好騙子 這顯然會在政治選舉中發揮作用 這個評估歪曲的不只是川普 實在貶低了公眾的智商 第十七和十八個因素繼續關注川普 希爾夫說這位前總統 更擅長培養怪異或古怪的選民群體 忽視對一六事件的擔憂 這是左翼人士 看右翼群體覺得古怪 一些右翼人士也覺得左翼人群匪夷所思 但可能大多數人都是能夠進行常識思考的人 11月5日將是一個檢測 第十九和第二十個因素涉及外交關係 希爾夫說 在拜登政府下 世界無疑變得更加不穩定 以色列與哈馬斯的衝突 就像以前一樣分裂了民主黨選民基礎 第十一和二十二個因素 涉及川普獲得的強大支持 包括來自重量級第三方候選人 小羅伯特·F.肯尼迪 和科技大亨伊隆·馬斯克的支持 最後兩個因素 首先 希爾夫講述了川普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揮一次 失敗的未遂暗殺的政治潛力 川普最近已經成功躲過了兩次暗殺企圖 這是哈里斯實際上無能為力的問題 最後 希爾夫批評哈里斯主要是憑感覺行事 並指出他未能為國家闡明清晰的願景 這兩個因素其實都非常重要 都是對川普獲勝有利的重要因素 儘管排序在最後 不管怎樣 作為左派精英 希爾夫看到的總統選舉的整體情況 他不得不承認川普佔據主導地位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點讚和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 請訂閱、按讚和按鈕 按讚和按鈕 按讚和按鈕